这就是不一样的,一般的餐厅里面就没有这种 本期财富故事带你一起去探寻京城里的一余美食 你好,你好,你好,挺快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边没变成那个表扬 我的那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中国人六中台湾馆,中国美食享受天下 但是外国人来中国也探中了这块领域 美食大人余佳带我们来的是一家印度餐厅 一座门庭的老板和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印度面孔 就连装修风格也处处充满了印度风气 这些品种都是从印度带过来的,是吗? 这些品种都是到了红包,根据是到了印度 你看这个东西呢,印度牛海,你看那个电影里面 印度国家电影里面再在那个收场 他们非常喜欢各种颜色的 餐厅老板德夫说,他就是希望自己的餐厅是文化交流的餐厅 但来到这里的客人,不但能知道原汁原味的印度美食 还能感受到印度的风格人气 觉得我在这儿听话,感觉不错 应该就要和印度吃你 知道了印度,我们要怎么可以打招呼呢? 印度那边呢,你好,就是Namaste,就是这样的,两个手 Namaste, Namaste Namaste 是的 我做的标准吗? 哎,非常好啊 其实这家位于北京顺义相遇小镇的餐厅仅仅是德服在中国开设的所有印度餐厅中的一家 目前,他在北京西安四川已有四家这样的印度餐厅 可是当时,为什么想开这一家一家餐厅呢? 所以呢,我不是那个05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吗? 因为印度人吧,然后经常吃饭就出印度餐厅 有时候我带我的朋友的话呢,没有那种感觉 哎,就我告诉我的朋友 然后说我带一些中国朋友或者其他的国家的朋友 这个就是印度,就没有那种感觉 但是就是,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有机会 我一定要开这样一个文化交流餐厅 里面,人一到了那个餐厅,就感觉他不错了 不错了 一款特色烤鸡肉,为何如何受罪犯? 不错了 不错了 我可以说一遍,还说一遍 我可以说一遍,还说一遍 我可以说一遍 为了记得中国时刻 印度人歌曲,想出什么嘲笑? 我都不感觉,想了解印度 这种最后的名字是怎么样的吧? 我的朋友们,了解 我的中国的朋友们,了解这个文化 为了更好的提味印度风味 美食大人瑜伽可是要了一大桌子的印度特色菜 面对着年前让人唇嫌欲敌的特色美食 先吃哪个 先看看这个炒饼封盖的是什么美食吧 老板快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是印度沃饼海鲜饭 我现在看不到饭 我感觉像一个面包这样的 我告诉你这个秘密是为什么该这样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铁 这里要把它划开 对 你看 进沃饼 哇 看到米饭了 看到海鲜了 闻到了印度的咖喱的味道 然后米饭还有海鲜的味道混在一起 非常非常香 可是我不明白老板 我们见到很多的这个海鲜饭啊 它都是这样上来的 为什么外面要靠这样的一个饼 我们就要保存它的那个这个香味 哦 学了一招 原来呀 正宗的印度海鲜饭 像这样才保持美味的 嗯 瑜伽过不期待的 要尝尝味道 到底怎么样 嗯 嗯 非常非常的好吃 也是一粒粒的 嗯 非常的香 有菠萝的这个香甜的味道 还有海鲜的味道 我再来一口 品尝了地道的印度菠萝海鲜饭 下一个品尝什么呢 这是什么烤鲜 然后呢 两个方法 一个是加咖喱里面 第二个呢 它可以把这个肉放那个里面 可以加入加咖喱 然后放这个咖喱 这样加一下 两个一起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 是四块菠菜羊肉 菠菜羊肉 可以 打开的菠菜鱼 对吧 是是是 哇 然后有一种香料 嗯 你尝尝 那 这个品呢 你都可以有一醋 右手 然后这样 嗯 有一种咖喱菜的味道 稍微的有一点点辣 一点点 一点点 嗯 它很香 非常的香 这就是我们的加咖喱菜 没有什么区别的 真的 运作什么样的 就在 开业之中 德福还真是动了脑筋 我就去找客人 问一下客人 就是为什么他没吃这个菜 可能他的口味不一样的 他一个菜都吃完了 烤鲁类的 咖喱里面的这个就吃点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菜呢 我们想一想 客人都没吃了 所以我们就这个面单 然后 配送我们的用工 以后 一定要问一下客人 他的口味怎么样的 他喜欢是那个那个菜 然后按这个 来推荐 不过 可以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上菜后 人家还有后续 上菜以后呢 我们退出 找客人 问他 他吃的怎么样的 然后怎么样的吃这个菜 放这个咖喱里面 夹这个密发 或者那个烤鲁里面 那个火饼里面 夹这个烤鲁 然后 转一起然后再吃 这样的 我们就招呼客人 如今 德福在美增的印度城市里 共有80多种 原汁原味的印度美食 虽然开业才近半年 因为特色鲜明 形式新颖 已经培养了大批的客人 你经常来这儿吗 我经常来 你是最喜欢吃他家哪一种 吃这种肉 然后就是那个酸奶 特色的 我觉得 最有特色的是 它的一些附加值的东西 不光是体验到美食 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 比如说喝舞 比如说它的工艺品 比如说它的一些互动 我觉得更能够体会到 当地的这些饮食文化 当地的风俗 我觉得这个呢 是去其他的一些餐馆 这种饭食文化 也就是在这种饭食文化 美食达人瑜伽 今天可以带着任务来的 他要跟印度人德福 学起一样印度美食的做法 说着人以精神的人狂 这是在准备学什么呢 烧烤的东西非常好 今天瑜伽就准备跟着德福 去这款人气超高的烤鸡块了 现在要准备跟德福学习 制作印度正宗的美食烤鸡块了 说起印度美食 一定离不开这种香料 先来认识一下各种调料吧 盐是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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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很特别 有点发粉色 你闻一下 这个盐有一点点香味 能闻到一点点香味 葡萄一点尝一尝 除了咸之外 好像还有一股 鸡粉 鸡粉 不是鸡精的这样 比较鲜的味道 这个我们用的那边叫培斯盐 是海盐 培斯的 有白盐 有这个特殊的盐 这个是 这是那个 鲜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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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这个就是那个 这里面有各种香料 有十多种 十多种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第一步是腌制 将辣椒、蒜、柠檬、盐 放入鸡团肉进行腌制 可以 放入鸡 然后腌 腌就不放入鸡 腌就不放入鸡 这么多 少来一点 把它都刷匀 对 多酱 对 这个是奶油吗 这是那个 酸奶 酸奶 我们平常烧烤的时候 很难想象的 还要用酸奶 把它和成泥 嗯 还有 我拿了 我拿了 拿这个鸡肉 把这上 把鸡肉换到最上面 把鸡肉换到最上面 非常好 我觉得那个不用烤 如果这样腌完了之后 无论是啥或者是 也会更好吃 这个弄完了 这个已经可以了 然后这个关系呢 我们你看这个鸡肉 这里面有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最小是六个小时 嗯 腌症 炉子跟我们平时见到的 也很不一样哦 它是圆形 而且 用木炭烤 这样 肉里面 如果它的那个 水 下出那个木炭里面呢 它会那个圆 圆的那个味 我明白你的意思 它 这种烤的烤 它一个是温度呢 比较高 它温在里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烤的时候 这个肉里本身的水分 它滴到这个乌炭上面 就是它很燙 然后把这个水分 又蒸发了 它就带着这个香料 又回到这个肉当中 所以这个肉 就是里面 又带着一股 这个炭烧焦的味道 烧的这个香料的味道 有在一块 好 咯 咯 怎么样还不错吧 起码因为我今天 一半的这个劳动者 做的真的是 它就拍大 对 越拍越大 嗯 学完了烤鸡肉创 瑜伽以油味精 坚持品 也想印度烤饼 飞饼 这么做呢 这个我们叫南 它就是这样 它就是做盘 就是做的时候 它自己就是这样 那些 然后搬这个呢 你看这个 这上面 这样 秘密无限在这儿 这是 裤的 裤的 裤的裤的 因为是你 因为那个里面呢 它别躺 一二三四 哇 哇 哇 还是用这个吧 这个时间得了 哦 你看这个 你要熟就不加快 你看这个 嗯 这已经好了 哇 这么快就已经好了 你看 这样 应该也差不多了 你看 你拿这个 这下是好的吗 我们平时去印度餐厅里吃的烤饼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多多多 怎么样 那边出来了 呜 还可以了 谢谢 不同 哇 你试试 你试试 我 你试试 你试试 这样吗 可以 哈哈哈 再来一次啊 试试 我感觉都被我弄错了 已经 在这里 你试试 使用 这个 这个 是 很亏 哦 那 他们也在中国与客人们过了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信念了好多人 我们有很多朋友 想两个印度 所以我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的朋友们了解 我的中国的朋友们了解这个文化 只有一个办法 就做这个 印度有什么叠加的 你会说出印度 也是能感受那个印度文化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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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t 哈啰 哈啰 所以就浮了这些都是用印度最辣的辣椒做的辣地饭和饼 暴打爆米的客人 谁在三分钟之内吃得最快 谁就能格导餐行一共的大奖 为了这一次比赛 很多客人早早就来了 谁将成为吃辣冠军哪 啊啊啊 哈啰 啊啊 啰 啊 就像这些东西有的东西 即使这些辣椒是这里 出汗了 其实无论是狐狸街还是达椒比赛 这都是印度人得估的 经营迟到 我们做狐狸街或者派灯街 或者那个叫做卡利比赛 都是这样的 就是看来你就记录 诶,他们就信有这种文法 他们就记录这个东西 下一个是什么 然后不开玩 哎,这个卡利比赛也能玩啦 派灯街也能玩啦 狐狸街也有啦 下一个是什么 对,就让很多人记录这种问题